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和大家一起读熬通宵也要读完的大唐史 今天我们一起读读第四章圣唐气象的第五个故事 为旧一女子此人与万军之中夺起斩将 论及中国古代历史 最令国人骄傲自豪的莫过于汉唐两朝 所谓唐家雄魂汉家气魄 这两朝不但国力强盛国运绵长 而且威严不容挑衅 稍有犯者虽远必读 西汉的霍卫时代自不必多说 迅若闪电激若雷霆 打得匈奴人眼面痛哭 使我燕之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使我麒连山使我六处不翻心 即使到了东汉 汉家的铁血本色也丝毫未退 超级牛人班超 三十六计出边赛 西域群国尽低头 与汉朝相比 唐朝的强汉其实也不用多让 在唐太宗建立天可汗时代里 四方八荒的蛮夷之国纷纷入朝进贡 太宗皇帝 均临天下 弗兰四海 俨然是全天下的君主 而像霍去兵 魏清之类的战神 班超之类的孤胆英雄 在唐朝 其实也是层出不穷 只不过唐朝时候那时候 对这些将领的宣传力度不够 都忙着赞美皇帝了 致使这样的英雄豪杰 长时间的沉寂于固止堆中 这一回就给大家说一个 大家不怎么熟悉的唐朝英雄 习军满 习军满是真正的武将出身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记载 擅使枪磅 攻马贤熟 能开六弹枪攻 话说 长期危害大唐边境的土一魂 于唐贞冠九年 被唐军击溃 土一魂可汗 浮允兵败自杀 其长子慕容顺 归顺出相 得封为西平郡王 居福寺称 慕容顺死后 其子慕赫伯继位 被封为何元郡王 好 古帝野白乐豆可汗 为了更好的控制和笼络 慕赫伯 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 将宗室女红化公主 许配给她 并加封为青海国王 这么一来 明摆着 诺赫伯是大唐的女婿 有大唐罩着 但是土一魂的丞相 宣王跋扈 矮阴谋作乱 想袭击公主 劫持诺赫伯 投奔吐蕃 诺赫伯事先知道了消息 急忙清齐 前往善善城 向大唐果敢都位 习军买求救 习军买手下 只有一百二十名骑兵 而宣王手下 却拥兵过万 这人怎么救 习军买意高人胆大 对手下的一百二十名骑兵说 公主受辱 便是大唐受辱 我等救下公主 乃是齐功一箭 宣王虽然人多 但一定不会料到 我敢主动出击 以有备攻无备 一定可以得志 这一百二十名骑兵 都是驰骋于边陲多年的百战边兵 一个个志气比天高 听了习军买的话 全都摩拳擦掌 表示愿拼死一战 彰显唐家男儿雄风 于是一群人说干就干 风驰电撤 杀网宣王军队的注定 他们没有从正面突入 而是从侧翼发动偷袭 直扑中军 情形正如习军买事前所料 宣王的军队错不及防 一下子就乱了 混乱中 习军买等人夺起斩将 不但连斩宣王的三位兄弟 还在众目睽睽之下 射杀了宣王 群龙无首 宣王的军队 除了小部分人 惊愧逃散 大部分最后都跪地倾向 随后前来接受献服的 诺赫伯 看到这一幕 觉得不可思议 嘴巴张得大大的 好久都喝不拢 从此以后 诺赫伯对大唐更加敬若神明 百依百顺 习军买 领骑兵120人 平定土育和内乱的壮举 也因此永久铭刻进了中国的历史